这个拍江导演的戏 有没有什么压力 他凶不凶 凶啊 很凶吗 看我的样子不像 看你的样子不像 除外表斯文 那是很凶 也不会 不是有一点很好的 他产生也很早就收工了 很早就收工了 这种戏我也喜欢拍 没办法 因为这个演员他们 张学勇他们都太忙 有时候拍到我这边 大概已经是第七组 那来到我们这边 已经是 快点 希望他们早点回去休息了 有时候人好心没有好 早点凶 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 到底是谁呢 我们就来欣赏 他们两位的风采了 我们一块来欢迎 张曼玉小姐 江大卫 张曼玉 江大卫 欢迎收看 没有安泡 谢谢 今天 你看 看一看 你好 叫我来看 导演欣赏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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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的某家家 如果说是推荐给导演当演员 那真的是造型突出 如果不想拍美女野兽 拍一部钟楼怪人也可以 其实 其实 蛮潇洒的 所以你看 导演个独具慧眼 说得你心里一阵舒服 大家要改名字没有 改名字 要改名字吗 潇洒 叫潇洒 绷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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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对 还是没有啊 蛮秤的啊 每次 每次 只要有一个香港好朋友 都是你的偶像 你怎么这样子讲话呢 我是真是真的 你知道我看了他多少的武打片吗 以前开玩笑 我读中学的时候 几乎只要是武侠片 就是江大卫 江大卫 狄龙 江大卫 你们怎么那个时候 拍了那么多的戏啊 那时候 观众喜欢看嘛 就拍很多 就那一阵子了 什么就那一阵子 你这个人讲话 真是不会讲 就是 什么就是那一阵子 怎么说呢 后来呢 是因为这个武侠片 太多人拍了 就是已经拍到 拍到观众 都已经倒胃口了 所以他们这个 香港的演员 比我们国内的演员 多了一层感觉 就是他们懂得自律 马上自己觉得不对了 就收起来不拍了 不像我们国内啊 就是反正是为了 要补那个洞 就必须要继续再拍 就滚雪球 就感觉上的戏不断的再拍 结果那个窟窿就越滚越大 最后呢 电影公司就一家一家的倒闭 香港的电视电影公司呢 就一家一家的茁壮成长 这我们国内真的要提醒一下 我们自己也要学习 差别在这里 嗯 来我们谈戏 谈戏 这个拍江导演的戏 嗯 有没有什么压力 他凶不凶 凶啊 看凶吗 看我的样子不像嘛 不像 看你的样子不像 除外表斯文 啊 那是凶凶 也不会 也不会 不是有一点很好的 他产生也很早就收工了 他很早就收工了 这种戏我也喜欢拍 没办法 因为这个演员他们呢 张学勇他们都太忙了 嗯 有时候拍到我这边大概已经是第七组 哎呦 那来到我们这边已经是 呃 太阳 希望他们早点回去休息了 嗯 有时候人好心没有好 不不不 超有胸 哈哈哈哈 我想这个跟 回去跟他们一起 这个跟江导演啊 自己本身是演员有关系 因为你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艺人在工作过量的情形之下 可能会产生出的疲惫 那么当然提到这里呢 也顺便提醒我们制作单位 有的时候呢 我们跟某家家也是很累的 哈哈哈哈 工作量不要太多啊 哈哈哈哈 工作量都没有关系啊 但是 多点时间了 你讲那个是什么话 你要这样子讲 我也要替制作单位讲讲话 你这个接工作自己要有一个安排嘛 因为导演他们虽然嘎戏 七组戏怎么讲都是戏 你呢 要就是电视 要就是作秀 其他的就不必了 曾经一的戏啊 你想变成江大卫是不可能的 哈哈哈哈哈哈 开开玩笑 因为曾经一是我们的好朋友 对对对没有关系 也知道这个好的演员呢 始终都会有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 对 那么江大卫先生虽然很久没有拍戏了 但是相信在这么久的这个准备之下呢 他一定也能够有好的成绩给大家 所以不要忘记哦 一定要去捧个场 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谢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江大卫 张范玉 谢谢